江晨彦近四战18局失一分失对开幕战热门人选统一失左头江晨彦今年春训调整不错,新天在官办热身赛首度登板。 对中信兄弟先发5局只被击出二安打,无失分。 从日前赴日本高支与西武交流赛先发4局无失分开始,江晨彦出赛4场,投18局仅失一分,投出19次三阵,一次四坏。 目前是开幕战先发投手热门人选。 失对今年开幕战3月23日于桃园客厂出战拉米哥桃园,24日回到台南主场开幕战出战富邦汉将。 总教练这种黄甘林表示,江晨彦与杨头罗里奇目前确定是前两战先发,若由江晨彦投开幕战,相识他连续两年获此殊荣。 只是这种又希望让江晨彦在主场投开幕战,让这种陷于两难。 江晨彦今年一直强调控球至上,不愿轻易投出4坏保送,新天在4局下一出局后对林舒逸投出4坏。 终止从西武交流赛开始连续16点一局没有4坏记录。 这种原本设定江晨彦投80球或6局,但考虑上周两,热身赛一余取消,牛鹏不少投手很久没有上场,因此让江晨彦投满5局退场。 随后还要在牛鹏鼓足投球数。 可以所属于елен高人哦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